韩国爱莫利太平洋公司近日发布消息 该公司第二季度营业额亏损109亿韩元 约合840万美元 销售额同比减少21.3% 特别是海外事业销售额 受中国疫情封锁的影响下降了33.2% 爱莫利太平洋相关人士说 中国主要城市的封锁措施 也影响到了物流通关 不仅对线下销售 对线上业绩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另一家化妆品公司 韩国LG生活健康的营业利润 减少了35.5% LG生活健康也在同一天公布 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销售额 同比减少7.9% 达到18627亿韩元 韩国LG生活健康公司表示 从三月末开始 中国实施禁止外出 停止商城营业 限制产品出货 以及清零政策导致主要城市封锁 使亚洲部门的销售大幅度减少 而北美和欧洲的销售额 分别增加了66%和15% 有分析认为 中国市场不稳定 让韩国花容品企业 转向北美市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今夜韩国报道